好 最新消息好关注的泰山 在今天凌晨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大货车的司机 他把车子围停在路边下车用餐 突然后方有一台机车 一次是车速过快 没有注意到直接就这样撞上了货车的车尾 机车车头被拧压在车底整台车几乎是全毁状态 骑士撞到头部当场身亡 凌晨远近拉起黄色封锁线来回侦查 因为这里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事情发生在十三号凌晨三点多 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一段 根据了解三十岁的送行大货车驾驶 将车唯一停在大马路口下车用餐 不料一名三四岁的未姓男子骑车 沿新五路一段往新庄方向前景 一次是没注意到前方的大货车 就从后面直接撞了上去 由于撞击力道很大 男子的头部遭到撞击身亡 可以从画面中看到机车车头 撞进大货车车尾底部整台机车 凹陷变形 一旁的地面还有大量的鞋机 不仅如此 男子的鞋子遭压在车底 安全帽喷飞 零件散落一地 场景相当混乱 一旁目睹的店家人心有余悸 表示死者的车速过快相当危险 警方到床后将未姓男子送往医院救治 不过在到院前就已经明显死亡 到货车驾驶酒侧 酒侧值为零 而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待调查的一期 记得这种报道